我們剛才提到這個 如果純系所構成的半導體 我們稱之為本質半導體 那因為在這整個它的一個 電子傳遞上來講 那這個 需要它能夠更好 所以呢我們掺杂一些 其他元素進來 我們稱之為一質半導體 那麼 基本上來講 那 大概有分過N型跟P型 N型跟P型 我們會做很詳細的介紹 那等你掺杂元素進來 就造成不同的一些現象 那這也跟我們剛才所連結的 電子的這個原子 原子的電子的這個排列 最外層的這個架電子有關係 那我們看一下什麼叫 那麼我們剛才提到 我們剛才看到這個 這個 這個系跟折 系折是一個帶 最外層軌道有四個架電子 所以我們四架電子 對不對 那麼如果我今天掺杂了這個 如果我們今天掺杂這個 這個零 掺杂零 那這個我們會稱為這個N型半導體 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 從這個系呢 那一欄往右走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它原子序多了一個 對不對 也就是說 它架電子呢 在同樣果欲上面 多了一個架電子 它比系多了一個架電子 它有五個架電子 那如果說我們再把 我們往系呢 往左邊走一欄 比如說像這個架 這個架 往左邊走一欄 表示什麼 它的原子序比系少了一 也就是它的架電子 比它少了一個 它有三個架電子 那麼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好處的原因就是說 當我掺杂零或架的時候 我可能會造成原來大家相安無事 大家都是 以系來講 每個人都提供架電子 要形成供架件 可是我掺杂零下去的時候 我外面有五個 我外面有五個墊子 對不對 我跟系 其他四個系呢 我構成了 每個人共用一個架電子 OK 可是我還多一個墊子 所以這墊子呢 就很容易去做一些傳遞 然後使得它能夠傳導 能夠增加它一個傳導的情況 或電動填補的情況 反過來講 我的架是三 架電子是三 因為它比這個系呢 這個少了一個架電子 也就是說什麼 當它跟系結合的時候 每個人都出一個電子的時候 它只有三個 它少了一個電子 對不對 所以呢 有一個 它跟系的結合少了一個電子 那是什麼 它多了一個電動 多了電動 所以在這樣的不平衡的狀態之下 多個電子 不少的電子 造成了傳遞的一個 促成了電子傳遞的一個效應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看哪個是 N型還是P型 是不是 按旁邊的這個 那 我如果參查三架的 三架的這個 這個 這個元素鏡 比如說像架 架 陰等等 那這些東西呢 我們稱為P型半導體 那 為什麼 P 為什麼叫P型半導體 因為 P呢 它 意思就是P是 如果用它縮寫來的第一個字 P可能是正的 positive P 那N是negative 是N 所以 基本上 你參查三個的時候 你跟 系構成的時候 會形成多了一個電動 多形成一個正的 一個帶正電的電動 成為P型半導體 那麼 所以 你可以看這個圖 可以看到 我的這個 這個0呢 我的這個0 不是 我的架 抱歉 我的架 是三個架 那 這個 我的三個架電子 跟其他的系 共用以後 我還少了一個 電子去跟 其中一個系的原子 做成 共架件 所以我多了一個電動 那它帶正電 所以 我們稱之為P型半導體 那 電動 能做什麼 電動 基本上就是要搶電子 搶電子 所以 它可以接受電子的東西 叫受體 我能夠接受電子的 我有這個能力 我有這個坑坑 可以讓電子跳進來 我有這個 這個 就像我們旅館一樣 對不對 我有這個房間 旅客才能夠進來 所以我可以接受電子 進來 這樣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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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況 受體 受體 所以這個是我們摻雜的 這個 三架元素以後 它造成了這樣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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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了一個電動 這電動 會形成什麼 這個電子 會 填補 會填補 這電動 形成這電子的遷移 等等 所以如果你今天再把這個架跟其他的細 把它篇幅看得更大 篇幅看得更大 那跟它周遭的細原子之間的關聯性 就是類似這樣的情形 多了一個電動 因為它只有三個架電子 那如果跟三個細原子 形成共架件以後 跟第四個細原子 就少了一個電子 多了一個 所以形成多了一個電動 好 回去 那如果 餐長五架的元素的時候 因為它多了一個電子 所以它是負電 negative 所以用N型半導體 這個 代表這個意思 那麼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 這個 比如說摻雜這個零 這個零是帶五架的 那麼所以呢 它的 五個架電子 我用四個架電子 去跟周遭的細結合 那我要多了一個電子 額外電子 這電子它就能夠 形成一個自由電子 可以跑到其他電動去 那形成這電子的貼移 電動的填補 那這種情況之下 那因為呢 它多了一個電子 它很大方的把電子捐出來 捐出來 所以呢 用屍捨的屍 來稱呼這個屍體 不是那個 死掉那個屍體 我可以能夠把這個電子捐出來的東西 叫屍體 所以這個是這個 摻雜五架的元素 形成N型半導體 那如果呢 我今天把這個系 把這個系 一邊有個摻雜鈴 一邊摻雜這個架 所以呢 這造成什麼 我這邊多了個電動 我這邊多了個電子 所以我電子呢 就能夠跑到 做這個電子 切一個電動填補的動作 這樣子會增加我的電子的傳輸 電子的傳輸 那這樣子的情況 就能夠讓這個自由電子 能夠順利的去把它 把它能夠傳導出來 傳導出來 好 這邊有一個這個 你把摻雜一個 五架的元素 那它多了個電子 對不對 所以這個電子呢 它就可以 可以這個這個這個 做一些移動 切移的情形 那 這就是我們剛才講的這些 五架的元素 那 也因為它是 能夠提供電子出來 所謂的這個 施捨的施 能夠把這 稱之為屍體 能夠把這電子 施捨出來的一個 一個半導體 這還有嗎 這還有是不是 這還有這個 這還有這個 短片 還是沒有連結 出現了 很多的這個 自由電子 大概情形是這樣 接下來 所以我們看完 N型半導體 看P型半導體 都屬於 抑子半導體 也就是說 我們把 系這個半導體 摻雜了 五架的元素 形成 N型半導體 摻雜 三架的元素 形成 這個 這個 P型半導體 那麼 這些的材料 呢 半導體的材料 那就是因為 這個 吸收不同的光 那原因是因為什麼 因為這個 當做勞動以後 這個 它因為這電子 要被激發的 門檻 都不一樣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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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 它可能它 電系比較 比較大 比它比較大的人系 它就吸收 比較吸收 比較 波長比較短 能量比較強的光 像紫外線 那有些 人系比較小 它可以吸收 能量比較少 或者波長比較長的光 所以這個時候 這個 我們基本上看一下 就是說 這架帶跟導帶 就是說 這個一般 這電子 它在 架電子呢 它在存在的地方 就是架帶 大部分都存在架帶 那 但是呢 這個 在傳導帶裡面 是因為電子要被激發 才會跳到傳導帶去 所以 傳導帶是沒有被 佔滿的一個能量帶 那 架帶是 架 架電子 所存在的地方 所以架電子是 架帶是被架電子 所佔滿的地方 簡單講就是這樣 那如果你今天 受到一個 老洞 以後這電子就 跑出去了 跑出去了 就從 架帶跑到 傳導帶 下來 大概這意思是這樣 所以它們之間的差異就是架帶跟傳導帶的一個關聯性 所以我們剛剛從半導體都有這種的特質 就是它的這個 不論它吸收什麼樣的光 波長的光 基本上 它 只要能夠讓電子 脫離這個架帶的束縛 或者門檻 讓它跳到這個傳導帶 都有這樣的一個情形 所以一般來講 你的半導體的這個 這個 這個人系大概 一到三個 電子伏特 電子伏特 這是一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半導體人系 那麼 導體呢 基本上它沒有這個人系 也就是說 你只要稍微給它 擾動一下 你就 電子傳 傳遞出去 如果你不信的話 你把一次銅棒 或鐵棒插到那個 插座上上 看你會感覺怎麼樣 你馬上就覺得 全身麻麻的 為什麼 因為它不需要去旁邊 額外去加熱 這個鐵棒 它就直接就把這個 插座上的電 直接傳導到你身上 因為它 它沒有人系 電子呢 它要稍微擾動 它就很輕易的 就傳遞出來了 傳遞出來了 但是呢 絕緣體是因為 它的人系很大 很大 所以你再加多少東西進去 它都無動於衷 比如說你今天 拿一塊布 乾的布 或玻璃 你插在這個插座上 你很安心的 握住這個玻璃 或者是布 因為什麼 電子沒辦法導過來 因為它的人性太大了 它有91V 91V 所以 藉由這樣的過程當中呢 所有的這個 這個 太陽能電池裡面 這些光電材料 都是 吸收不同波長 或不同範圍的 太陽能的光 將這個電子呢 激發出去以後 然後到 從架帶到傳導帶 然後這個 這個形成的自由電子 然後造成 引到外面 就形成電流 所以這個就跟它的這個 這個 這個人性有息息相關 那麼 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 這個人性越大 人性越大 它導電就越長 導電越長 下來 那麼 這個是這個在 這個半導體呢 它的人性跟溫度的關係 溫度越大 它會微幅的 將它本身的人性呢 降低一點點 你可以看到這個圖 這個圖 橫座標是溫度 重座標是它的人性 那 上面有三條線 一個是 摺 一個是 生化降 那麼 旁邊的數字就是它 旁邊的數字就是說 它在 常溫之下 它的人性 比如說以 以氏來講 它是 1.12EV 比這個 這個 指來的是 0.66EV 就是在 常溫之下 比如說 這個可能 攝氏25度 或是在 常溫之下 可是隨著溫度的增加 溫度的增加 它的人性 稍微的下降 稍微的下降 如果你今天 你的這個 這個 往這個 這個低溫的方向走 等到它到 絕對零度的時候 它就跟 卷起一樣 電子不動 電子不動 這大概是給各位 有一個簡單的概念 下來 所以我們交代完了這個 本質半導體 易子半導體 我們也談到這半導體的一些 人系 基本上來講 我們如果把P型半導體 跟N型半導體 放在一起 我們就可以形成 最簡單的 這個二極體的東西 這個基本上 我們稱之為 把N型半導體 也就是說 我們在一邊 參雜三架的 成為P型半導體 在另外一邊 參雜五架的 形成這個 N型半導體 那把這兩個 鬥在一起的時候 鬥在一起的時候 這兩個半導體 之間的界面 界面 就稱為 PN界面 我們俗稱 PN江旋 就是PN界面的地方 PN界面 那這個 當然 這邊有很多的 這個 一些設計 那最簡單的 就是 有PN界面的 就是 太陽能電池 因為有PN界面 所以它能夠 形成這些 這樣的一個 電流的 一個傳輸的情況 像 這個 LED燈 也是一個 最簡單的 一個 這個 PN 這個半導體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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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 下來 另外呢 我們再介紹一個 一個名詞 就好 因為這個同學 比較 這個比較複雜一點 那我們大概 P型半導體 跟N型半導體 P型半導體 裡面 電動 比較多 因爲什麼 因爲 很多的這個 三架元素 放到 細的原子裡面 所以很多電動 在右邊N型半導體 因為摻砸五架的元素進來 所以它比較多的是電子 所以這個電子跟電動呢 在移動過程當中呢 它在中間呢 形成電子電動結合的時候 它不動啊 對不對 當電子碰到電動的時候 就是就像那個什麼 有一首歌 什麼官老也碰到菸芝麻一樣 對不對 就不動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形成空伐區 空伐區什麼意思 就是缺少載子的这样的一個區域 叫空伐區 空伐區 那基本上是这样的一個情形 那大家同學 因為我們大概是這個 只有通識的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們大概只到這個地方 我們沒有再繼續 去講下面一些Pn界面的一些電路的一些接的方式 這邊有個短片我們先看完 這個知道就是說 我們把Pn降訊形成以後 P型跟N型半導體形成以後 我可以應用到碳融電池 我可以應用到LED燈等等的狀況 那這基本上 這個如何讓電子能夠順利的輸出來 這時候你就必須要適當的接 這樣的一個電極的位置 使得它電子能夠傳輸出去 這大概是基本上 讓同學知道這些東西這樣 所以我們大概做個簡單的結論 所以這個如果你把這個Pn界面的話 這基本上 以太陽的電子或是LED燈 大概都是Pn界面的這種應用 另外這個 電子跟電動呢 我們剛才 其實我們在過程當中呢 讓同學知道了原子 從原子跟原子之間的結合 對不對 然後談到半導體 談到了本質半導體 然後抑制半導體 基本上都一直圍繞著這個電子電動的一個形成等等 那這大概就是這種情況 那麼這個 所以當你的這個半導體呢 吸收光的時候 那某些光的能量 剛好適合這個矽的電子 矽原子的電子能夠 架電子能夠跑出去 那麼這時候就因為光而製電 因為光而產生電 這就是太陽能電子基本上的原理 因為光而產生電 那為什麼光產生電 是因為這個半導體 它的能系呢 剛好能夠讓這個 吸收光的能量 某個波長的光的能量 能夠讓這電子跨過這個能系 跨過這個門檻 從架帶跑到傳導帶去 傳導帶去 所以不同的太陽能電池 它有不同 具有不同的人系 它可以吸收不同範圍 或是程度的 或不同長度的光 所以這就是我們在後面幾個章節 後面幾個禮拜裡面 我們會談到這太陽能電池的 一些相關的製程設計等等 一些相關的知識 所以我們大概今天大概